大家好 我是李某阳 欢迎大家关注新闻看点 今天是美东时间3月25日星期一 亚太时间3月26日星期二 今天有两个算是大快人心的消息 一个是薄熙来的前金主王健林正在被凌迟 另一个是武汉封城的罪魁祸首李兰娟可能被调查了 这或许是这个恶魔一家的遭报应的开始 说这两件事之前先向大家推荐一下本期节目的赞助商扁康丸 大家知道废弃种这种病在很多的医生眼中没有办法治愈 但是美国加州88岁的刘先生在服用了扁康丸之后却出现了奇迹 早前刘先生每天都得吸氧 生命随时都面临着危险 2015年年初刘先生就停用了所有的治疗呼吸系统的中西药 就开始服用扁康丸 7个月之后他不再需要吸氧了 一年之后医生发现他的肺部没有砸阴了 其实像刘老先生这种情况 全球有16万患者都是服用了寒移权威 徐孝夕院长独创的扁康丸之后就出现了奇迹 像鼻炎 哮喘 皮肤病和肺部疾病都消失了 这款清肺天然保健品可以去除肺部激热激活肺功能 提升人体免疫力 它是从根本上解决现代医学都难以攻克的肺病和整个呼吸系统的问题 如果您或者是您的家人朋友有需要的话 大家一定要记得到今天节目下方提供的扁康丸全球服务中心 唯一官方指定的网站去购买 这样才保证您买到的是真品 因为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假冒的扁康丸产品 鱼目混杂 当然这也反向证明扁康丸有效果 所以才会被仿制 因此告诉大家一定要到指定的网站去购买 无论您在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网站右下角的专家咨询 或者是拨打扁康丸的热线 向扁康丸专家进行咨询 并了解各方面的讯息 那下面就来说这两个大快人鲜的消息 先说王健林被凌迟这个消息 这是从习近平的一个恐惧开始的 昨天旅美学者王俊涛向搭计卷表示 习近平现在政权相当不稳 所有中共官场上有权势的人 他现在都怀疑 王俊涛说原来习近平建专制 想重新挽救这个党的时候要靠红二代 后来习近平要建立个人独裁 等于把共产党江山变成他个人江山 就跟红二代发生了比较激烈的冲突 但习近平先下手为强 在权力斗争中一直处在主动地位 王俊涛认为 有实力的红二代都被严厉的监控了 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习近平自己清楚 越来越专制很容易出事 容易暴毙或者暴病而亡 王俊涛表示习近平现在非常小心 对自己的保护已经超过了中共历史上任何一个主要领导人 比如他出访事先都不公布 就是怕有人在那布置把他干掉了 就像韩国总统朴正希 突然被他的手下的情报部长给杀了 但是也有一些反对习近平的势力 已经转入了地下化 在酝酿并且积蓄着力量 找时机准备翻盘 所以习近平在做着至少两方面的应对 第一个就是蓄意要将彭丽媛拉入中共政治局 昨天中共国家卫健委官网高调报道了彭丽媛的行动 报道说3月20日彭丽媛在中共疾控局局长王赫胜 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英春陪同下 前往长沙基层街道 视察废节和防治工作 虽然可能是彭丽媛和习近平一同前往湖南长沙 但是大陆媒体对彭丽媛的报道 这是单独发的消息 结合此前报道彭丽媛参加的几次活动 这就凸显出彭丽媛在中共官场上的政治角色 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早就有传闻 习近平有意让彭丽媛成为政治局第25名委员 如今彭丽媛不断的单独参与政治活动 就使这个传闻可信性越来越高了 尽管彭丽媛现在连中央委员都不是 但是这并不是不可逾越的 江青就是被毛泽东直接拉入政治局的 那习近平这么做也并非不可能 特别是在反习势力转入地下之后 习近平更需要加强自己的力量 选自己信得过的人进入高层 所以彭丽媛就是不二人权 此外习近平还有一个动作 在不断打击以中共高层有渊源的商人 来切断反习势力的资金来源 今天发布的《胡润全球富豪榜》显示 农夫山权创始人钟闪闪的财富已经缩水9% 不过那仍然蝉联着中国的首富 而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家族的财富缩水幅度最大 高达72% 大概只剩下300亿元人民币了 王健林的麻烦还不只是财富缩水的问题 而是他的万达帝国正在为习近平当局是千刀万挂 根据天眼查的资料 万达商管集团最近有一个股权冻结信息 江苏扬州市寒江区法院冻结了万达集团旗下的 新达蒙商业管理有限公司超过162亿元的人民币的股权 冻结期是2024年3月20日到2027年3月19日 成立才只有两个多月的新达蒙公司 实际空气人就是持股49.2888%的王健林 资料显示新达蒙经营范围比较宽泛 涉及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 规划设计管理物业管理物联网技术研发等等等等 这家公司一度被市场看作是王健林的最新商业布局 但是这个新生儿的命运并不好 只有两个月就被习近平当局给冻结了资产 这只是万达和王健林被凌迟的最新一刀 而事实上王健林已经挨了很多刀了 本月中旬天津济州区万达广场商业公司出现了工商变更 原全资股东大连万达商管退出了 新增北京天鼎昆阳科技公司为全资股东 我没有查到这个天鼎昆阳法人王也的背景 但是万达广场股权变更之后 王也将注册资本从1000万直接变成了2.9亿 这种大动作想必没有实力和背景的人是不敢这么做的 根据相关方的不完全统计 最近这一年多万达已经累计出售了14座万达广场 涉及金额超过100亿元人民币 在出售的资产名单当中 既有位于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核心物业项目 也有二三线城市的商业综合体 另外前几天 珠海万达商馆的大笔股权也被冻结了 被上海第一中院冻结的股权数额大约是50.72亿股 截至目前万达已经累计超过200亿的资产被冻结了 从资产冻结和股权转让 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习近平当局的用意 在一步步将王健林和万达的资产削弱 从而切断中共反习势力的资金来源 很多人只知道王健林与薄熙来的关系 但事实上王健林和多名中共高层都有瓜葛 其中包括前中共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 和前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兆国 早在2007年有两个在北京新成立的公司 明昊控股和五股峰投资咨询公司 分别获得了万达的2.5%和1.53%的股份 这两个公司的持有人分别是贾庆林的女婿 李伯潭和王兆国的儿子王新宇 贾庆林和王兆国 这两个人都和江派有着直接的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两个人都是习近平政治死敌江派的团伙成员 这也是薄熙来当初倒台 王健林没有跟着倒下去的一个主要原因 就是贾庆林和王兆国在背后给他罩着 不过话分两头说 王健林和万达被千刀万剐其实并不远 甚至可以说是罪有应得 因为薄熙来当初所做的那些大量的罪恶 跟王健林资金支持是不可分割的 从1999年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 薄熙来就是迫害法轮功的极先锋 他曾经在大连扩建大型监狱和劳教所 大量的关押迫害法轮功学员 并且在大连率先以活摘器官和塑化加工尸体 推动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 而推动镇压法轮功薄熙来没有钱 他是玩不赚的 大家知道薄熙来有两大金主 一个是大连石德集团的徐明 这个人已经死了 另一个就是大连万达的王健林 但是徐明与王健林相比 那是不在一个层级的 在大连有这么个说法 石德集团的徐明是古开来的钱袋子 万达的王健林是薄熙来的伙伴 万达是老虎 石德是小老鼠 因为石德只有20多亿人民币的资产 而万达在2011年资产就已经达到了1950亿 年收入突破1000亿 所以王健林和大连万达今天被习近平千刀万剐 也是实实在在遭报应的过程 天道轮回如此任何人都逃脱不掉的 这在一对中共院士夫妻身上也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北京医疗界的朋友今天在给我的邮件中说 李兰娟院士涉嫌医疗欺诈已经被调查了 消息中指出这人的老公特有名 是那个甘移植的郑树森 这个消息我没有查到官方的通报 但是我在网络上去查社交平台上 已经传的很广了 有人可能不知道这个李兰娟是谁 但是相信您不会不知道2020年1月23日的武汉封城 当时已经70岁的李兰娟就是第一个提出武汉封城的人 1月18日李兰娟和钟南山等人当时抵达了武汉 19日李兰娟就提出了封城建议 声称是不可拖延 她表示武汉封城是万不得已的措施 李兰娟是中共工程院唯一一位传染病学科的女院士 在大陆的医学家地位是非同一般 在她的建议下武汉被封禁了 如果像欧美等国家那种人性化的封城 这种措施其实无可厚非 但是李兰娟所说的这个封城 就是中共后来执行的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 走出家门来年上坟这种极端邪恶的政策 后来被严厉封城的武汉医疗系统崩溃 知情人透露有几十万人在疫情中死去 以及延伸了大量的次生灾害等等 也都跟李兰娟的封城建议有着直接的关系 更令人感到神奇的是抵达武汉短短几天 李兰娟团队就发布了重大研究成果 2月4日中共官媒报道说 阿比多尔达鲁纳韦能有效抑制新型冠状病毒 被列入治疗新冠病毒第六版治疗方案 这两种新药都是杭州华卓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研究成果 而杭州的华卓信息公司董事长叫郑杰 他是李兰娟的儿子 李兰娟本人也是华卓公司的移民董事 而事实上这两种新药都只是初步的测试 还没有经过完整的临床医学验证 根本没人知道效果 这种操作就跟钟南山在2003年推荐板栏根冲剂 中共病毒疫情期间 他又带货莲花清闻胶囊是一个样 都是涉及到了利益输送 为自己为自己的家族捞金 不知道李兰娟被调查 是不是跟那两种新冠病毒的神药有关 不过应该说李兰娟涉嫌医疗欺诈的问题 远远不止那两款神药 他的儿子郑杰身上有多个职务 不仅是杭州华卓公司的董事长 更是树兰医疗有限公司的总裁 同时还顶着浙江某研究院副主任的头衔 仅就树兰医疗公司来说 这是李兰娟和她的丈夫郑树森 2013年共同创办的一家私立医院 被称为是民营医院中的清华北大 树兰就是取自郑树森和李兰娟的名字中间那个字 公开资料显示 树兰医疗控制着100多家企业 虽然李兰娟2020年已经退出了树兰医疗董事会 但是创办人和院士的身份仍然会让人将她 与这家公司的商业问题联系在一起 而且李兰娟退出董事会 控制权仍然在她的儿子郑杰手上 其查查显示郑杰担任法人的企业有23家 对外投资24家企业 在外任职48家企业 所有企业65家 控制企业118家 间接持股企业292家 这是名副其实的一个商业帝国 有网友指出 树兰医疗即将上市了 郑树森和李兰娟夫妻的身价有望突破亿万 李兰娟1998年到2008年 是在浙江省卫生厅任厅长和党组书记 随后2012年这夫妻两人就成立了树兰人才基金 2013年创立树兰医院 2015年树兰医院又发起医疗产业基金 要募集50亿元的资金 参与公立医院混合所有制改革 2013年和郑树森一起成立树兰医疗的时候 李兰娟一边在国营医疗科研单位任职 一边在民营医院出任总医师 而她的丈夫郑树森也是两河水 一边是任国营医院的院长 这一边又同时担任着民营医院的院长 公开履历显示 郑树森在1997年到2015年 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的院长 说起郑树森北京医疗界那位朋友指出 郑树森跟钟南山是平起平坐的关系 名气也比李兰娟更大 郑树森名气大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郑树森本人也是中共院士 公开资料显示郑树森2001年 就成了中共工程院的院士 比李兰娟早了4年 另一个原因是国内鲜有人知道 北京的朋友指出 他发的那个SCI 那个文章被国际社会给毙了 让他证明肝脏的来源 他证明不了 2017年2月3日 肝脏研究权威期刊《肝脏国际》 撤回了郑树森和严胜撰写的一篇论文 原因是他们没能提供证据证明 研究使用的肝脏并非是来自死囚 这两个人被终身禁止向期刊提交研究论文 郑树森是中共肝脏移植专家 而这个严胜是浙江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肝胆疑外科主任医师 他们写的论文中表示 中共正式宣布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之前的4年时间内 也就是2010年4月到2014年10月 在浙江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以肝脏移植的563人作为研究对象 但是这个论文发表之后 大批学者连署质疑 指出论文中的案例 几乎占中共官方公布的近半数捐献器官 因此怀疑部分移植是来自囚犯 不能保证囚犯是在自愿的情况下捐出的器官 郑树森和严胜曾回复肝脏国际 表示所有器官都来自捐献者没有死囚器官 但是期刊让他们提供器官来源的证明 他们却没有做任何的回应 事实上郑树森被外界称为中共有名的杀人医生 他被称为中共器官移植以及多器官联合移植的领头人 他先后两次任中共器官移植领域973计划的首席科学家 领导中共肝胆仪外科中心 这个中心的手数量是位居全国的前列 每年都进行腹腔镜肝脏切除数100-150例 1993年郑树森进行了第一例肝脏移植 到2020年3月他亲口对中共官媒《光明日报》承认 仅他一个人至今已操刀1850余例肝脏移植 2005年1月8日郑树森一天之内连续做了5例肝移植手术 而那一周当中他一共做了11例肝移植 如果是一周当中做11例仅仅是郑树森一个人的话 就以这个数字来计算 那么一年54个星期郑树森一个人在一年当中 总移植数量就在572例左右 郑树森一直对外回避器官的来源 只说是归功于中共器官捐献制度的建立 但是2012年3月13日 郑树森在接受大陆媒体搜狐健康的采访中透露了一些情况 他说我们国家的器官捐献工作一直比较落后 从2010年开始 卫生部跟洪会推进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工作以来 差不多有200例的捐献 2006年郑树森在受访当中表示 1992年到1998年的7年当中 全国肝脏移植案例只有78例 但是1999年以来各地肝脏移植病例数猛增 1999年当年就实施了115例 大家注意1999年是中共对法轮功镇压开始的那一年 前面提到的郑树森李兰娟共同创立的树兰医院 另外选址是在杭州市下城区东新路的黄金地段 建筑面积是63000平方米 拥有肝肾器官移植的资质 同时也提供其他的医疗服务 建立之初这个树兰医院只有512张床位 但是一年半后就新增床位1000张 此外还专门成立了器官移植中心和器官移植学术委员会 这种快速成长的背后就是郑树森和李兰娟 以及郑杰这一家人的疯狂杀人 树兰医院就是这一家三口人建立的一个杀人屠宰场 大陆媒体曾报道 2017年5月11日下午至5月12日中午 树兰医院的8间手术室是灯火通明 20个小时内完成8台大器官移植手术 其中一位无性病患仅等了2天就获得捐献肝脏 而美国拥有庞大的器官捐献系统 有至少150多万自愿捐献的人群 也有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 根据美国卫生部的报告 美国器官平均等待的时间都是很久的 如果幸运的话肝移植需要等待2年 肾移植需要等待3年 郑树森和李兰娟的树兰医院一天之内 同时进行8台大器官移植手术 把他们一家三口的器官都切下来 移植给那些病患也远远的不够 那么那些器官是从哪来的呢 杀人、恶魔、郑树森、李兰娟和郑杰 是不是必须要说清楚呢 如今李兰娟被调查 会不会就是这恶魔一家遭报应的开始呢 我们等着看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节目 请别忘记帮我点赞订阅留言 同时要加小铃铛 如果您愿意资助我 视频下方有捐款链接 大家可以通过链接对我进行资助 或者订阅我的会员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咱们明天再会